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14日凌晨,在卡塔尔多哈进行的游泳世锦赛中 来自中国上海的19岁挖泳名将唐前婷 以1分05秒27的成绩拿下女子100米挖泳冠军 荷兰选手斯豪腾夺得银牌 中国香港选手何诗贝摘得铜牌 上一次中国选手拿到女子挖泳世锦赛金牌 还是2003年的巴塞罗那世锦赛 罗雪娟蝉联世锦赛金牌后 第二年成为奥运会冠军 唐前婷来自上海 主攻短距离挖泳 在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上 她以29秒92的成绩刷新了几个月前 福岡世锦赛上自己创造的 30秒08的女子50米挖泳亚洲记录 此次多哈世锦赛 唐前婷在女子100米挖泳玉赛 和半决赛中均以同名晋级 其中半决赛她游出的1分05秒36 已经非常接近 由纪利平保持的1分05秒32的女子100米挖泳全国记录 决赛中唐前婷前50米游出了30秒25 第一个触币转身后 她后城用时35秒02 虽然后城用时在决赛选手中仅排在第二 但凭借前50米游进奠定的优势 最终成功夺得冠军 这个成绩与日本运动员欺慕林叙述保持的1分05秒19的亚洲记录已经非常接近 放在去年世锦赛上可以获得女子100米挖泳的亚军 放在杭州亚运会女子100米挖泳决赛中可以夺冠 中国队运动员上次夺得女子100米挖泳的世锦赛金牌 要追溯到2003年 当时也是19岁的罗雪娟以1分06秒80夺得冠军 此后 纪丽平曾于2011年上海世锦赛夺得女子100米挖泳铜牌 而如史静林、于静瑶等国家队女子挖泳名将 虽曾杀入世锦赛女子100米挖泳决赛 但未能登上领奖台 唐前庭此前也曾两次参加世锦赛 在2022年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上 她在决赛中以1分06秒41获得第7名 去年的福岗游泳世锦赛 唐前庭状态不佳 预赛中仅游出1分07秒15无缘晋级 目前在女子100米挖泳赛场 亚洲最好的四个成绩也由唐前庭保持 我很喜欢在水里的声音 感觉在水里能够更好地放空自己 唐前庭还不满20岁 2004年唐前庭出生于上海 5岁就开始学习游泳 谈记原因 唐前庭的母亲唐润玉觉得游泳是孩子的必修课 随后唐前庭就被父母送去上海常宁区游泳学校 在泳池里的唐前庭很快找到了兴趣 在她下水训练了一两个星期以后说 妈妈 我很喜欢在水里的感觉 当时父母并没有想到 女儿未来会走专业道路 只告诉唐前庭说 你先以喜欢为主 以后如果对这方面确实有兴趣 就在慢慢发展 没想到这一路走下去 唐前庭爱上了游泳和每个小孩一样 唐前庭小时候也抱过几个兴趣班 随着她逐渐长大 精力有限 最终在游泳和钢琴之间选择了游泳 因为她觉得自己在水中能找到不一样的快乐 特别是每次参加比赛拿了名字会特别开心 开心之后唐前庭就觉得我好像找到努力的方向了 谈到她的过人之处 启蒙教练张琼曾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唐前庭小时候人长得蛮高的 在我的团体里属于鹤立鸡群的 她各方面素质也不错 最主要的是她能吃苦 心理素质好 而且碰到什么困难都能自己克服 这个很不容易 澎湃新闻记者曾在此前到访过唐前庭的家 屋里有两个细节 一个是单杠 另一个则是她房门上厚厚的隔音棉 两年级的时候 我就把她抱上去 让她练银体向上 增加她的体能 唐前庭的父亲钱维海透露了单杠的用处 现在她还偶尔玩一下 不过已经太低了 对于已经长到一米八多的唐前庭 屋里的单杆更多是童年的回忆 房门上的隔音棉则伴随着她的成长 这个是为了让她睡眠更加好一点 毕竟一个星期训练下来 只有星期天能睡一个懒觉 这个细节能看出唐前庭父母的用心良苦 北京时间2月14日凌晨 2024世界泳联市井赛继续在卡塔尔多哈进行 游泳项目进入第三个比赛日 总共产生五枚金牌 美国队成为最大赢家 连夺二金 总数达到4金 反超澳大利亚 荷兰攀升第二位 不过 距离中国队18金依然存在巨大差距 很难完成超越 这个比赛日 中国游泳队再获喜讯 19岁小将唐前庭夺得女子100米挖泳金牌 并且打破全国记录 由于张宇飞 秦海洋 徐家瑜 王顺众多世界冠军缺席 这一次市井赛 中国游泳阵容实力平平 原本很难跟世界一流选手竞争 结果喜报连连 首个比赛日 由潘展乐 季辛杰 张展硕 王浩宇组成的中国队 在男子四成以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游出3分11秒08的成绩 力压意大利队 美国队排名第一 拿下了中国队本届市井赛的首枚游泳项目金牌 也是中国男子游泳首个接力世界冠军 其中 潘展乐在第一棒游出了46秒80的成绩 一举打破男子100米自由泳的世界记录提升了0.06秒 赛后 现场获赠3万美元的奖金 第二个比赛日 中国游泳队未能继续夺金 进入第三个比赛日 再传喜报 此外 在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 礼宾节游出15分56秒62的成绩 夺得银牌 冠军被意大利选手夸达雷拉获得 值得一提的是 礼宾节还拿过女子400米自由泳银牌 连续未能登上最高领奖台 女子100米洋泳决赛 美国选手库赞游出58秒29的成绩排名第一 澳大利亚选手安德森 夺得银牌 加拿大选手维尔姆 摘得铜牌 男子100米洋泳决赛 美国选手阿姆斯特朗游出52秒68的成绩 拿下冠军 西班牙选手钢萨雷斯 获得银牌 希腊选手克里斯图 摘得铜牌 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 韩国选手黄宣优利亚欧美选手一举夺冠 目前中国队18斤七银二同的成绩 继续领跑金牌榜 美国队四斤反超澳大利亚 荷兰升至第二 为了集中精力备战巴黎奥运会 中国游泳队并未派出全部主力出征多哈 参加本届世锦赛的阵容中仅有一位奥运冠军 她就是东京奥运会女子四成以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金牌得主之一的李冰杰 张宇飞不在李冰杰就是这次中国女队的领军人物 从2017年15岁第一次参加世锦赛起 李冰杰已经在中长距离自由泳项目上获得过六枚奖牌 遗憾的是从未拿到过金牌 她是名副其实的亚洲女子中长距离自由泳第一人 21岁的河北姑娘李冰杰在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游出了4分01秒62的成绩获得银牌 另外一名中国选手杨佩奇排名第六 冠军为新西兰选手费尔维瑟所获 成绩是3分59秒44 李冰杰虽然未能夺冠 但这枚银牌也是中国游泳队在本届大会上获得的第一枚奖牌 她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投 赛后李冰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我从未放弃过对于冠军的追求 这一次的多哈世锦赛是我最好的机会 我一直想打破自己保持的记录 想挑战一下4分大关 尽管没能成功 但对自己的表现还是基本满意的 坚持了这么多年 中间几经波折 几次跌到低谷我都没有放弃 就是觉得不能掰练了 不能中途放弃 才一直坚持到了今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目的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视频下来